Lup,Lup.Lup,Lup,Lup.Lup,Lup Oh,Yea Babb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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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by 没有说淳于风不好的意思 但是你去大街上抓10个佟丽女生 至少6个淳于风 3个辣妹风 还有一个Y2K 接下来的话呢 可能会出击姐妹利益 你要做个人啊 你准备她爱她进来看 让她有个心理准备 第一点 弯道超车 如果你量感大呢 你就懂大姐姐风 可以参考一下迪迪日八 佟丽娅 张雨琪 都是大量感美女 你想一下一堆淳于风里面突然出现一个寓解 那才是最打眼的 那么亮感小少年感也很厉害 例如周冬雨桂伦美 青春感十足清晨不做做 第二点精准压制 你们去巴一巴网上那些艳鸦女星合照 从中窥探一样 首先极端化 例如肤色极端 要不是最白的要不就是最黑的 还有身高极端 要不是最矮的要不就是最高的 搞出这种别人都是姐的保镖的感觉 还有就是色彩极端 大面积的白色真的是永不过时 要么统一的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要么你就穿得像个花蝴蝶 最后就是神态极端 要么你无辜的像一只小白兔 要么你冷酷的像药寨一样 就是那种众人皆美但唯我独尊的感觉 第三点加强记忆点 如果你是走郁姐峰 那你从头到脚不要露出一点点志气 看看千瑞珍 她每一根发丝都在说 姐就是最高贵的 姐就是顶楼最牛的女人 想到她 我立马就能想到她的眼神和她的红唇 那么氛围感的话 你就看看易梦琳 从她的颅顶到嘴角到她的动作 无一不把她的个人风格发挥到了极致 我现在脑海里面浮现的都是她的笑 所以说你确定了风格再把它发挥到极致 无形当中就形成了一个记忆点 以上全是重点 建议先做笔记再实践 下面这几个拍照技巧应该就是说 人禁戒指了吧 白衣服 黑衣服 白衣服 黑衣服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看到去别了没 不仅是皮肤变得白 而且是又通透 又细腻 这不也整个妈生好皮吗 浅色衣服最浅 可以像我身上这种类肤色 不能再浅了 彩色衣服 这种绿 可以 这种绿 咱千万别要 白色靠近你就是万劫不复 像得了大病一样 离得远 OK 你看我现在离得近 就很丑 好看 丑了 好看 丑了 手电筒 或者是陈姐的同款反光板 从脸下打光 第三 头发丝 你没听错就是头发丝 你们看这两张照片 它是一个感觉吗 你整个拿捏住了 最后一个 裁图 就是把你的图片放大 普通自拍原地升级 硬撕画报 它就是这么简单 这些小技巧 你该不会是全地球 最后一个知道的吧 管路 照片不好看 批个图 照片不好看 批个图 照片不好看 批个图 这是不是你拍的夜晚氛围照 要么昏暗无光 要么人过暴 还毫无美感 发了朋友圈也没人点赞 而别人的照片 总是迷人又高级 氛围感慢慢 作为批图界的资深选手 花了三天时间 总结了全网所有的热门批图技巧 加上自己的听生使剑 披了不下300张照片 终于发现了女明星批图的秘密 简单到有手就能会 只用一招就能把平平武器的照片 变成纯玉天花板 快app你那个指挥干方 讲员们 敬来听课 首先打开醒图 贴纸导入白色卡 模式选择混合叠加 然后放大覆盖全图 拉低透明度 再点击局部调整 拉高范围亮度 一张高级氛围感照片就完成啦 喜欢冷白皮的姐妹们 一定要学会这一招 把HSL里面的橙色明度 拉到60左右 皮肤就变得又白嫩又通透 你整个妈生好皮啊 现在还有你撩不到的弟弟 追不到的男神吗 哪里了 记得点赞收藏 8朋友圈之前恶补一下 关注我 下期教你们变身宝和度战士 我神魂颠倒 操作的心才方便吧